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因为武汉是一个码头文化 那个时候一些人 主要就是吃糯米的话 他身体上面抗握一些 中国和其他人的食物 中国和其他人的食物 非常多 我们游到城市 去看市场 和其他人的食物 这就是《City Bites》 这次我们在武汉 这次我们在武汉 武汉的文化 就是碳水天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在前一段视频 我们在前一段视频 是在武汉的社交媒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觉得这家店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这家店 就相当于 把我们的武汉 一半的过早 都给覆盖了 种的非常多 我们再试一下清酒吧 或者淡酒 对 热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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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包豆皮糊米酒 是来名胜天使馆 必须要吃的 热干面 这个豆皮真的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 豆皮 豆皮是一类的 类似像 蛋糕丝丝丝丝丝丝 一碗 皮是一碗 肉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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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丝丝丝丝丝丝 就是站在举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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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每天早上来的话 我就先得要淘米 淘的就是给它沥干 均匀地打上气孔 因为我的人手不高 我就慢慢地得做皮了 碳皮也很有讲究 有的皮是碳得很厚的 吃起来的口感方面 觉得是大大折扣的 我碳皮的话用的这个贝骨 因为它的那个弧度和锅的弧度很贴近的 While Xu prepares the skin his wife cooks the stuffings on the side 豆皮里面配料是很多很讲究的 你像以前的真正的做到三香豆皮的话 里面还要加心头和巨的口条 价钱高的有些人吃不起呀 后来就慢慢地食堂就觉得还是以老三香为局 东神啊 肉丁啊 香菇啊 糯米铺上之后烧子基本上它要撒均匀在上面铺上一层 糯米铺上之后烧子基本上它要撒均匀在上面铺上一层 让每一颗米都有味道 糯米铺的香 笋的清香和那个脆 它这个味道全部都结合在一起的话 这才是一份好的豆皮 生意忘记的时候就是七八十块豆皮吧 在武汉里这条豆皮大大小几千家嘛 我女儿有时间也有去吃过 但是她还是对我说老爸没有你做的好吃 没有你做的好吃 它比较油 我觉得豆皮这个东西必须得油一点 太好吃 特别是吃到皮肤的时候 你把这个草子和它最底下的油一起滑进去 那种感觉最小 嗯嗯嗯 在武汉 一些的食物有同样的名字 像有名字的食物在其他地方在中国 但是他们做得很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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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林 总理的食物在饭店 告诉我们为什么 武汉的煎包还是非常有名 它区别于上海的煎包 就是多汤汁 武汉更多偏向于吃面 它的面很有讲究 它的口感非常绵密 与此同时它里面是有孔隙 然后我们的肉不多 叫一点鲜 然后锅底是比较香酥的 里面的皮子它捏得好好 它不像 这个神煎包 一口下去我直接讲不了了 太扎实了 就武汉的早餐 每一个都很非常的扎实 武汉的关系练习 更多一世代 碳水是很惊讶的 以前那些卑夫 他们在长江边干完了活 很饿 那钱又不多 这种面 它就可以管一天 很多的老师傅年纪比较大 这些工艺还能保守匠心的去做 那作为我们晚辈 我们是希望把这种老工艺 能够传承下去 身边的朋友的话 都在寻找儿时的那种味道 它给人带来一种回忆感 这种情怀我觉得是在每个 武汉人心中抹不去的 你干嘛 你干嘛 您是什么呢 这就是林 作者的 City Bites 武汉 希望大家喜欢这集中 在武汉的 文汉的文化 文化 当我在武汉 和尝试 那些炒饰 和豆皮 第一次 我非常驚喜 因为 它们是非常不同 的东西 在其他地方 在中国 更均硬 如果您有一个大小小的 武汉 you won't feel hungry for almost the entire day. Please tell us in the comments, do you prefer more solid breakfast or a lighter one? And stay tuned for our next video, we'll teach you how to pair food and drinks like a local Wuhaner. Up next, are you ready for more carbs? Because we are about to go on a sugar high. Alright, I'm going in just a couple of minutes, but it's over. I'm going to try for more carbs and we're ready for more carbs. I love carbs.